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10月31日 那大家都知道呢,昨天和今天,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呢 在意大利举办这个G20的峰会 而且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呢,习近平本人没有亲自去参加这个峰会 那我看到呢,美国之音竟然能够发表文章说 习近平不去参加峰会,怕被围殴,我的个天啊 习近平去了以后,难道他们还敢打他呀,怎么着的 什么叫围殴啊,是不是 当然了,美国之音呢,所说的围殴,也不是说就是动手打这种围殴 是指呢,就是大家会一拥而上 会骂他呀,攻击他呀,质问他呀,之类的,他受不了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反正呢,习近平他就不去 如果用我的话说呢,这就是耍大牌 现在中国呢,是大国,是强国 习近平呢,就是大牌 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我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我就不去见你们 就是这么牛,对不对 好,今天呢,我和网友呢,在讨论 这一次的G20峰会呢,讨论的一个主题 我看呢,如果说取得成果的话 就是拜登推出来的这个全世界统一的企业税 为什么要统一的企业税呢,就是有的国家 就是尤其是小岛啊,小国呀 他们有的不收企业税 那这样一来呢,就有一些企业呢 都跑到他们那去了 拜登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和网友在讨论的时候呢 顺便我们还讨论到说 比如说像新加坡呀,他没有遗产税 所以呢,他就吸引了好多的富豪到他们那里去 因为富豪他们很有钱呀 他们如果死了的话 他们的巨额的遗产不能都交税呀 所以呢,就跑到像新加坡没有遗产税 哎,那我就是想了 中国现在有遗产税吗 我在中国当法官的时候 那会儿是没有遗产税的 有继承法,但是呢,并没有遗产税 可是我离开中国已经二十多年了 然后就查了一下 找到了一篇文章 哎,我发现中国呀 还真是有遗产税 现在中国呢 有这个遗产税的相关的法律 这件事情呢 大家还真是应该了解了解 所以我就决定了从今天开始给大家就介绍一下各个国家的遗产税的情况 好,今天呢就专门介绍中国 那我看到呢有一个律师网上 他上面呢发了一篇文章 这个律师网上的这篇文章 他的题目呢就是中国遗产税已正式落地 如何合理避免遗产税 这篇文章说 遗产税深圳开始了 一百万的遗产子女要交十五万的现金 而且不能从遗产里面出 更狠的是必须在三个月之内交齐 否则全部收归国有 哇,这句话的信息量好大呀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 现在中国遗产税呢 在深圳已经开始了 举个例子呢 就是一百万的遗产 子女要交十五万的现金 这是说的这个比例问题 然后呢后面有说 而且不能从遗产里面出 不能从遗产里面出呢 就是说子女需要把这十五万先交了 然后你才能领走 你所应该继承的这一百万 然后呢最后一句话说 还有更要命的就是 你这十五万呢 必须得三个月之内交齐 那你不交齐会怎么样呢 不交齐的话 那个遗产呢就归国家所有了 你过了这个期限 你再拿着十五万来领你这个遗产 对不起 那个程序不等着你 已经处理完了 归国家了 所以呢 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这篇文章说 你不关心政治 可政治却在时刻关心着你啊 你可以不懂政治 但是你不能够不懂政策呀 所以呢 我就今天做这么一个视频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果恰巧你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你现在可要注意了 尤其是如果你在深圳的话 那更是一个当务之急 然后呢 这篇文章 从题目上我们就看出来呢 它实际上呢 主要内容是告诉你 这个遗产税呢 也是有一些合理避税的 一些政策的 你要了解了 你才能够避税 否则的话你傻呵呵的 你要交很多钱 你如何来避免交很多钱呢 这篇文章说 保险可以合理的避税 避债 你的财富想百分之百的传承 给继承人的话 一定要提前规划 提前规划就是智慧 下面呢 你就跟着小编 提前规划一下吧 在里面说了 保险可以合理避税 可以合理的避债 我以前呢 经常就说这个破产法 我们大家呢 会觉得说 哇 谁谁谁破产了 好丢人啊 实际呢 破产是一个 保护着债务人的一个程序 是保护他 有的人呢 可能会经营不善 管理财务不善 使自己资不抵战 你有可能呢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甚至于呢 被那个什么 负债子还啊 什么的 几辈子你都抬不起头来 你都完蛋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 这个破产法是保护你的 不仅呢 不会让你的这个 巨额债务 累积你的子女啊 甚至你这一辈子 也有机会翻身 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不讨论这个 破产保护的问题 我们还来看这个 遗产税的问题 然后这篇文章说 事实上 遗产税是 遗产税和赠予税 合并征收 遗产继承是 法律赋予公民 继承遗产的一个 法律权利 被继承人 如果要继承 这笔遗产 必须先按 被继承人死亡时 这笔遗产的市场价格 向政府交税 完税后 才有权继承遗产 遗产都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房地产 包括货币 包括有价证券 包括保险收益 包括礼物 包括古董 包括珠宝首饰 车辆家具等 就是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了 有的国家 对所有这些遗产征税 有的国家 则只对其中一项 或者几项遗产征税 遗产税的 纳税人 各国规定 也不统一 有的规定 继承人是纳税人 有的则规定 被继承人是纳税人 就是有的国家呢 就是说 你要继承这遗产 你把税交了 有的国家是说呢 这个人死了 由这个死人 来纳税 这个继承人 在继承的程序当中 不需要纳税 这篇文章说 如果被继承人 是纳税人 那就意味着 死人是纳税人 所以有的国家 对遗产税的 通俗叫法是 死人税 有这个叫法 2010年修订的新版草案 括号尚未实施 就是中国制定的遗产税法呢 已经很长时间了 但是呢 到现在也还没有实施 这个文章开头呢 说深圳已经实施了 但是呢 其他的地方还没有 那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 这个2010年修订的 这个新版草案 他给出来的 这个具体的征收起点 对应税率 以及计算方法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 应征收遗产税的遗产 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 遗留的全部财产 和死亡前五年内 发生的赠予财产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遗产呢 就包括这个被继承人 他死亡的时候的 全部的财产 另外还包括 这个死亡人 在前五年之内 赠予的财产 如果说 在他去世的前五年 他处理他的财产 有的人可能觉得 哎呦 我觉得我快死了 得了什么绝症 快死了 然后呢 我就开始处理我的财产 为了避免 我交这个遗产税 我处理财产 我就把我的财产呢 赠予给别人了 那如果说 你这个赠予行为 是发生在五年之内的话 对不起 这些赠予的财产 算是继承的 你赠予给谁了 谁就应该按照 这个遗产税的规定 来交这个遗产税 如果你赠予的早 那就不用交税了 就说一个人 如果觉得自己快死了的话呢 就看他算的准不准了 这应该明白这意思吧 第二条 在遗产税税款缴清前 其遗产不得分割 不得交付遗赠 不得办理转移登记 刚才前面不是说了吗 你在三个月之内 你必须得把这遗产税交起了 然后才能来分割这些遗产 才能交付遗赠 才能办理这个转移的登记 在遗产税交清之前 这些全都不动 第三条 无人继承 又无人受遗赠 遗产依法贵国家所有 免纳遗产税 就是说 没有人来继承 也没有遗赠给任何人 那这些财产呢 就归国家所有了 那国家所有就不用交遗产税了 第四条 被继承人死亡之前 依法应交的各项税款 罚款 支纳金 未偿还的具有确凿证据的各项债务等 允许在应征税总额中扣除 遗产税免征额为20万元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 这个死亡的人被继承人 如果他欠债的话 如果那个债权人得有确切的证据 你不能一看这一个人死了 然后你就来说 嘿你知道吗 你爹生前的时候欠我100万 然后呢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 这不算的 一定得有确凿的证据 在这个时候呢 就允许在应征税总额中扣除 但是扣除的最高额是20万元 然后下面说 新版草案超额累积税率表的征收标准和比例 依次为 一 对应纳税遗产净额不超过80万的税率为零 如果这个遗产净遗产啊 除去那些债务 剩下的净遗产 如果是80万的话 那税率是零 换句话说就是不用交税吧 80万以内不用交税 假如父母留下了一个存值 这个存值呢 是80万 你就不用交税 拿走就得了 第二 200万到500万的征收税率是30% 这里面好像缺一个啊 怎么一下就200万了呢 那81万到199万呢 这里面好像缺一个 他这文章怎么写的呀 第三项呢 是200万到500万之间的征收税率是30% 然后500万到1000万的征收税率是30% 然后超过1000万的话呢 税率是50% 如果就像那个大富豪 大富豪他那个资产很多 像马云对不对 甭说马云了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了 中国现在发达了呀 对吧 有好多的富人啊 超过1000万的估计有很多呀 如果是超过1000万的话 这个遗产税50% 这个量很大呀 就是1000万以下 说实在是这个量也挺大的 所以说能避税还是要尽量避税呀 我们来看看这律师都知什么着 说按照以上的计算方法 500万的遗产税净额应缴纳84万 1000万 3000万的遗产净额分别应该交209万和1034万 在2013年2月3日 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当中指出 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 就2013年的时候 曾经说适当的时候开征遗产税 那到现在呢看起来好像只有深圳从1月份的时候开始征收遗产税了 其他地方还没有 然后说在过去的15年里 中国GDP发展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 催生了一批高财富规模的富有人群 有预测未来三年的高净值人士和超高净值人士的年复合增长率 将达到20%左右 到了2015年 高净值人士人数将达到200万 可见对于该类人群而言 如何最大限度的合法规避和减免遗产税 成为了财富有效向下一代传承的最重要的议题 我相信我的网友当中呢有好多人可能就比较关注这个了 是不是财产比较多呀 房子啊存款啊债券啊股票啊这些是不是比较多呀 然后这篇文章说解决规避和减免遗产税的方法有哪些我们国人可以借鉴的呢 说方法一叫财产转移策略 其中呢第一种运用信托为遗产规划工具进行资产保全财产专业管理 这第一条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我完全不懂 我不知道网友懂不懂 网友如果也不懂 然后呢又想搞清楚 你可能就需要向专业人士去请教了 第二呢是运用保险遗产规划工具 第一个是运用信托 第二个呢是运用保险 建议规划终身保险 预估遗产税额 养老金年金险 作为生前赠予 退休养老考虑 避免死亡前短期内或带病投保 司法判决以实质课税原则 否认其免税效果 指定无争议的继承人 简化继承手续 扩号指定受益人的保单 保单传承可以门面去争议更为简便 避税扩号 保险金及保险赔款不需要交税 按照国际惯例也不征收遗产税 扩号完 提供应税现金 扩号 理赔便捷可以为财产继承 提供现金支撑 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问这个保险专业人士 第一项呢 你可以去问这个信托专业人士 第二项呢 你可以去问保险专业人士 然后第三项呢 是将公益信托与财团法人作为财产规划工具 公益信托和财团法人 就这么一句话 然后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查 然后第二种方法是遗产税避税策略 有哪些策略呢 第一 生前将应税财产转为免税财产 比如购买保险和售险 生前呢 就把你这些财产 一般来说呢 都是应该交纳遗产税的 但是呢 如果你买保险和售险 这就不用 这个和前面的那个方法一 其实相辅相成的 第二个是选择价值低估时期 作为财产为深厚财产 括号压缩财产价值 这个听起来呢 容易懂 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也是有很多具体内容的 这应该是需要向律师去咨询一下 第三 设控股公司 计言应课税负 你就是搞一个控股公司 这个呢 作为我来说 也没有接触过 不是很懂 你应该向专业人士去请教 这篇文章说的就非常笼统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然后他就认一句话 人家律师也是为了挣钱的 不能告诉你所有的 只是告诉你一个提纲 你需要知道详细的 你应该去找律师 好让人家挣钱 对吧 那还有方法三 进行移民和海外资产配置 把财富转移到免征遗产税 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 那这包括哪呢 就包括了一开始 我们所说的新加坡了 新加坡呢 就是吸引了很多的富豪 然后这篇文章说 例如中国香港 免征遗产税和资本增值税 新加坡 免征资本增值税 澳大利亚 免征遗产税 哎 他这里面的说呢 是不一样哦 看来新加坡并不是 免征遗产税啊 他只是 免征资本增值税 澳大利亚是 免征遗产税 新加坡是 免征资产增值税 可能这个遗产税 还是需要交的 我后面呢 会给大家 再分别来介绍 香港呢 是免征遗产税 和资本增值税 然后这篇文章说 税务征收的风暴即将来临 山雨欲来风马龙 在合理合法合情的投资规划 和税务减免的传承规划下 保护和传承财富 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忽略 但意义却无比重大 只有未雨重谋 才能自信于胸啊 这话说的是对的 人说春江水暖压险值 那些有巨额资产的那些富豪们 他们早就把这些都研究过了 对吧 有些富豪呢 就已经入了新加坡籍了 但是我看上他写的 新加坡好像并不是免征遗产税啊 那富豪是不是没搞清楚啊 被别人忽悠了吧 我下一个呢 将会跟大家介绍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加拿大呀 美国呀 英国呀 澳大利亚呀 新加坡呀 等等 观众朋友当中 如果你想了解哪一个国家的话 你给我留言 我看看想了解最多的那个国家 下一个呢 我就来介绍一下 好不好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 崔大利亚 开def 切 bloque 私 下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